新人交卷肯定紧张 六年前还在想要说这个梦有没有可能实现 就那个感觉又幸福又忐忑 很微妙的预期其实就是努力拍一部我认为的电影 所以我觉得已经完成了 那帮恶人的脸一时都不会忘记 这个剧本我自己独自从13年做到了18年 但是中间有一些朋友的加入来帮忙 但是后来大家觉得大家审美不太 就是大家的那个那个点可能没那么耐 直到我的新的编剧搭档顾浩然先生 18年进入我们重新开始做这个剧本 大家觉得哇一晃六年 因为嘉惠哥我们十年前合作扫图 他真的是非常纯粹就在电影表演里 就在电影创作里 他没有那么多杂念 我是一个新人导演 虽然我们合作过 但是我怎么拿到那个信任 后来是自方把剧本给了嘉惠哥 我就觉得哇有没有希望啊 哎呀不知道啊 哎等等吧 没想到两天之后 然后嘉惠哥那边反馈说 哎剧本蛮好挺喜欢的 阿玉柯我合作过觉得他演戏挺好 这个片聊聊天 我跟他视频就讲了第一 为什么我要做导演 第二我准备怎么做这个导演 一个多小时聊完 嘉惠哥就跟他精心认真结束 OK 姚马我觉得可以信任 他挺好的 我们合作吧 就是那一瞬间 对于我这种常年 无论在戏里还是在生活里 都是做配角的人来说 这就是特别大的信心和鼓励 喂喂兄弟 你真是好业啊 喂你记住啊 以后你的事 就以后段坤的事 嘉惠哥 他们会给我很多导演的空间 我觉得我们真正做到了 互相的百分之百信任 所以才会有那么通畅 那么顺利的现场的创作氛围 才会有大家没有杂念 不在乎其他的细节 只想努力把这部电影拍好 我记得嘉惠哥 有一天在现场问我说 真的是有点你自己的那个感觉 我说其实哥你问我 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可能看画面 我喜欢这个构图 排调度 我喜欢这样的运镜 光影 我喜欢这样的光影 当然这也不乏 由我们的摄影指导 美术老师 动作老师 所有大家共同的一个 付出和专业 一直在说 我没有 我不是有计划转型 要怎么怎么样做 我才做导演 我觉得我到现在为止 这个工作结束了 我就是 焦把渔客的一个 影视工作者 我觉得丢什么 不能丢了自己 因为我原本就是想 有兴趣 有感动 我想有表达 拍一个喜欢的电影 所以 我不是任何 我还是那个 因为从小到大 那个经历 别人看不起 然后演小配角 当然每个人都会很难 但是我是觉得 我接受所有的一切 包括所有的评判 因为我纯粹地做了这件事 然后当然我也希望 我的电影能让大家 哪怕有一丝的开心 或者感动 我觉得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哪怕 也 Chuck